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十三点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十五点毁灭人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却要签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他一口吗 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 你为十魔药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十魔药充满着烦恼呢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二十三点曾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